為了避免假照再出現 指揮中心祭出新制 要求國產醫用口罩業者竹片標示醫用 及台灣製造MIT 最快兩週內上路 但化財一出口 馬上被自家人狠狠洗臉 衛福部應該更嚴謹的要求 這些口罩國家隊的這些廠商 能夠確實的把這些部分做好 民進黨立委高嘉宇 板切臉直接擬時鐘 點出五大不足 包括建立防衛機制 政府應該更積極查驗 全面檢討 限制銷售包裝及標示等 還有緩衝其問題 加上進口之口罩流向 應該公開 混沖仿冒的狀況越來越普遍 那代表說在管理上 其實有一些鬆懈的地方 當然我覺得衛福部 還可以在意就是做得更嚴謹 不滿通通藏在言語間 布置律尾高嘉宇 這回不留情開槓的人還有他 他要謹慎的運用 他個人的光芒 那不要這個撈過戒 不務正業 那個都不好 依據不要裝可愛撈過戒 可黑大將王世堅 再升級成擬食大將 儘管防疫一仗過關 但從口罩風波到美豬真夜 昔日人氣王陳時鐘 先被自家人釘一頭包 記者 前紅旗重越台北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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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